再来 好球 林诗栋气势如虹 火力全开 不讲理的暴力反手让林仲勋难以招架 这一幕发生在2024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 男团半决赛现场 天才反手林诗栋对阵韩国老将林仲勋 双方激烈贫杀 谁能抵挡这场巅峰对决的冲击呢 在前两场单打比赛中 王楚新击败了吴俊成 而梁静坤则被安仔嫌横扫 这也让第三场比赛成为了这场半决赛的天王山之战 肩负重任的林诗栋守局延续了此前火热的状态 林诗栋一板正手发力冲击 取得4比2的领线 林仲勋反手能力出众 并且在战术应变上反应迅速 接着林仲勋尝试反手暴冲 可惜触网出锦 相持阶段 球出往后 节奏发生变化 林仲勋未能及时调整 再次出现失误 随后 他通过直线变线进攻 追回一分 然而 状态的悬殊和巨大的分叉 让这一局早早逝去了悬念 最终林诗栋以11比4 轻松拿下首局 第二局开始 林诗栋继续在进攻端 斩露锋芒 林诗栋反手转换至正手的进攻 威力十足 迫使林仲勋退台防守 经验丰富的林仲勋迅速调整打法 迫使林诗栋回球失误 随后 他借力打力 将比分追至三平 在双方快速的正手对攻中 林诗栋通过中路进攻 限制了林仲勋的反击 幸运球的加持 林诗栋将比分扩大至6比4 林仲勋通过反抽林诗栋的反手大脚 但被林诗栋成功防守化解 双方再次进入强烈的正手对攻 林仲勋凭借敏锐的应变能力 快速调整反击得分 随后 他防守转进攻力度急剧威胁 紧追比分 然而 随着林仲勋接发球的再次失误 最终 林诗栋以11比6拿下第二局 在气势已经完全压制住对手的林诗栋 第三局 他火力全开 进攻节奏更加猛烈 林仲勋频频失误 显得非常郁闷 随后 林诗栋利用大角度斜线进攻得分 扩大优势至4比 眼见形势不力 林仲勋被迫暂停调整 暂停回来 林仲勋迅速调整 通过中路进攻追回一分 然而 林诗栋连续的正手进攻 彻底打穿了林仲勋的防线 漂亮 林诗栋的战术十分明确 他不断通过左右调动来牵制对手 林仲勋尝试批长球 但在反拉时再次出现失误 橘末接断 林仲勋通过对角斜线调动林诗栋 成功迫使他回球失误 关键时刻 林仲勋接连失误 最终 林诗栋以11比4轻松锁定胜局 以大比分3比0战胜林仲勋 第一场比赛 王楚心在面对吴俊诚时 成功克服了对吴凤球的不适应 不仅顶住了对手的搏杀 还打出了犀利的进攻 首局他迅速取得领先 并以11比5拿下开门红 第二局 受住裁判吹罚的影响 王楚心没能打好开局 结果被吴俊诚以12比10扳回一城 不过在随后的两局中 王楚心稳住阵脚 没有给对手任何反扑机会 最终以3比1战胜吴俊诚 接下来登场的梁敬坤 面对韩国一单安仔先 首局气势如虹 开局便取得了3比0的领先 然而 随着对手加强前三板的搏杀 梁敬坤逐渐失去了比赛的掌控 最终以7比11被逆转 第二局 他本有机会颁平比分 但在10比8领先的情况下 未能抓住机会 反被安仔先以13比11再下一城 到了第三局 已经进入状态的安仔先 没有再给梁敬坤任何机会 迅速以11比1锁定胜局 在第四场的中韩一单对决中 王储钦面对安仔先 开局迅猛 以7比1领先 然而 安仔先凭借稳定的表现 完成了11比8的大逆转 好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王储钦调整心态 接连以11比8 11比9和11比6 连赢三局 为中国男团锁定了决赛席位 哇 再來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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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討論 这场激烈的中寒大战 你有什么看法